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在湖北襄阳 像我这么爱吃面食的人 来到襄阳一定要吃的就是 襄阳牛肉面 听说呀,这个襄阳牛肉面 跟其他地方的特色面食 是不太一样的 它不是说就是自己家楼下的那家 是最好吃的 而是公认的比较有名的店 味道会更好一些 今天呢我们就找了 一家评价还不错的店 咱们就一起去尝一尝 襄阳牛肉面是什么味道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本地人都管襄阳牛肉面 叫做窝子面 窝子面的得名 是因为店家会使用一种 种面变成的 像鸟窝一样的捞面工具 当然现在也完全的 被不锈钢的工具取代了 我们找的这家店 操作台非常行动 完全突出于店外 走在街上就能看到热气生腾的 还能闻到牛肉的香气 走进之后就更能够感受到 当地人对这碗牛肉面的喜爱了 牛肉面好吃的关键在于汤底 牛油汤底是香阳牛肉面的精华所在 满满的一层红油 看上去就非常的开胃 它虽然每桌上面都有一个蒜盆 但是能明显感觉出来 这个盆里的蒜都已经干了 这种干的蒜就不是特别的好包 也能看出来当地人吃蒜的并不多 它这个肉的量给的还是挺多的 配菜除了葱花香菜之外就是豆芽 还有海带好像 牛肉面里的面条用的都是碱面 这种面方便储存 最关键是不容易粘 提前准备好面条 也让这碗牛肉面出锅的速度更快 这个面在饺子的时候 能闻到比较浓郁的这种牛油的味道 面感跟我们前段时间吃的 牛肉丸子面差不多 但是这个面感 就更像热干面的那种面感 它不是那种筋道的口感 仔细吃 我今天吃出了一种红烧牛肉面 就是那种方便面的味道 吃起来香热牛肉面的特点 就是这一辣二麻三鲜 味道可口 回味悠长 我们在来吃之前就听说 有很多的本地人 如果两三天不吃一碗牛肉面 就会感觉口中无味 食欲大减 这个口中无味啊 也只有在吃了之后 才能够有深切的体会 这个面吃起来是比较重口的 因为它里边用的是牛油嘛 会给你一种比较厚重的感觉 整个这个面的脆 加上豆芽的脆 加上海带的脆 就是一脆到底 牛肉的品质是不错的 肉感非常足 吃不到一点淀粉的感觉 鸡蛋一块钱一个 真的太合适了 这碗面不管是多长时间 吃到最后里面都是热的 上面这一层油 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中 牛肉面呢是15块钱一碗 肉确实是挺多的 我觉得怎么也得有10块钱的量 面倒是不太多 可能是因为南方的朋友 食量比较小 所以面的分量呢也比较的少 整个这个味道就是比较厚重的 吃完到现在就感觉嘴上呼了一层 就跟吃了火锅一样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味道是不错的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襄阳的话 在品尝牛肉面的同时 如果不开车 还可以来一碗黄酒尝一尝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中景 拜拜